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就是托星 我们前年老人邓小平先生 他是我非常珍重的伟大的政治家 希望他也可以做我们澳大利亚的中文 我担心这个比根 我说为什么他多帅 代表我们国家站出去 多有范儿 不好意思 我刚才还在想那个女友 就是民族比例对全球化的一种抵制和对抗 马上把它定为右派 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有八票 如果有神孩子的话也可以加票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政坛 所以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 你们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政治人物呢 他们是谁 为什么喜欢他们呢 应该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喜欢的政治人物 对我个人来讲呢 我对这个秉持保守旅立场的这个政治家呢 我可能更倾向又更喜欢一点 比如说这个美国前程的里根 还有英国的首相沙切尔 我为什么喜欢他们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一种变革人保存的理念 对传统经验历史的坚持 然后呢 对这个福利国家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限制 然后对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对经济方面的这个学说的一种坚持 我自己觉得是有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的这种复兴 就像他的支持者们新右派所认为的那样 可能就是福利国家或者是利益集团活动过多的话 它可能会带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智障 以及经济的这种情绪的发展 听施老师的话 就是在欧洲政坛上 欧洲年轻人会马上把它定为右派 老右 当然你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实问题 但是已经因为欧洲的这个社会 遗留下来的这种政治正确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然后讲到这个政治家 我就是刚才想一下 我觉得有一个人 其实很多政治家要得很配 我刚才讲一个 就是结合现在中国的情况 以及世界的情况 老经理立马想到一个人 这人叫林肯 林肯 林肯 我为什么非常佩服呢 首先我把这个人定义成一个改革家 而且是一个深化改革的改革家 他跟华盛顿不一样 华盛顿开疆屠 我觉得他比华盛顿还要伟大 因为他要把这个社会 当社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的时候 牵涉到太多人利益的时候 改革 深化改革 我们经常讲深化改革 但是深化改革真的不容易 他当时面临的 整个美国社会面临的黑奴的问题 要解决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的 整个南方的经济是依靠黑奴制度在生存下去 你得断了多少人的放 他知道做这件事 可能是流血牺牲的 世界上的这些改革者 古今中外 包括中国的 比如说沙鸭变法 北无马分尸 还有哪怕你是君王 哪怕你是君主 路易十六也是 其实路易十六是一个很好的君主 他也搞了很多改革 但是利益平衡不了之后 最后被收上断头台 就是说搞改革的人最后不得上中 但是林肯完全知道这件事他做 而且做得非常坚决彻底 南北战争最后自己被刺杀了 所以林肯这个人 其实在我们今天社会 不仅中国在搞改革 其实整个世界 包括整个西方世界 面临很多的社会问题 需要像林肯这样的人 但这样的人很难出马 邵老师讲得非常的好 为什么说好呢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邵老师讲的这一点 他就表明了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政客他可能会一味地迎合选民的支持 为了选票 为了上台执政 那么伟大的政治家 他往往是坚定正确的这种方向 即使是非欧扑登 在所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就像我们前面闹人邓小平先生 那他是我非常珍重的伟大的政治家 我认为 他秉持着务实主义的这种精神 然后摸着石头过火 对这些宏大的理论 他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他先进行实践 然后再进行修正在实践 我觉得这种务实的态度 他能够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 和政治上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领导人 其实他很容易 我自己非常看好 新西兰总理阿等 其实我觉得他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上台之后也当了妈妈 我觉得这个也不容易 而且最近在新西兰也发生了 空部分子这个事件 我觉得他处理得非常好 也得到了各国媒体的赞扬 和各国领导的赞扬 所以我个人就比较喜欢他 希望他也可以做我们澳大利亚的总理 才来过中国 而且新西兰也现在也参与到 这个一带一路 所以我觉得阿等也是 可以看到远方 我们澳洲的总理是天天变了 你们也知道 澳洲总理都马登一样 对啊 天天就变了 走马登的频率 可能是不是比意大利还要挺反 那还是比意大利还是要好多了 但是意大利政坛更丰富多彩 我更喜欢意大利政坛 意大利的这种容忍性 对政治家的容忍性是很大 对 跟电视剧一样精彩 非常精彩 但是我先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最近这几年 各国的领导人 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年轻 是不是 包括法国的马克隆 是马尼诺那个小国 有一个执政官 有一个执政官 多大 31岁还是 对 好像是28、9岁的样子 28岁 对 28岁 那也可以说他是政治素人吗 那我想应该是称得上 我们所说的这个政治素人 一般指的是他本人 在政府这个机构里面 他的几乎上没有什么任职经历 是吧 然后呢 也对这个公共服务 行政公共服务这一块的经验 也比较缺乏 那么这样的人呢 通过这种选举 走上这种政治高位 当然可以称之为政治素人 那说到政治素人的话 你还了解其他的政治素人吗 所谓的政治素人 在欧美国家呢 欧美国家很多都是政治素人 包括中国很多都是政治素人 伟大的一些 毛主席当年也是政治素人 图书馆管理员 最后走上革命道路 成了伟大的政治家 政治素人太多 林肯他也是政治素人 林肯在加入那个辉格党之前 土地占良缘啊 他搞政治之后 才去自学成为律师 知道吧 政治素人太多了 如果以 就是说他成为国家元首之前 他的行政经验来看 那么政治素人的确是不少 甚至美国历史上的成统 我也算成统 他原来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然后进行成政 那当然现在川普 美国人成川普 那当然也是政治素人了 对 拿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简单的讲就是跨界 跨界 跨界来到政治界 一下突起 成了一个政治明星 这些都是政治素人 你知道吧 然后你看 以前的搞政治 它其实跟搞演绎差不多 为什么跟搞演绎差不多 它首先你要老百姓知道 你学你 你要成为一个明星 你要成为明星 以前川普方是做广告 然后是就是说 搞这大型活动 上电视 这些都需要财团后面支持 都是要画银子的 然后所以呢 所以这些政治素人 很多人就是慢慢是从 进入政治之后 慢慢慢慢摸爬滚打 然后晚上走 比如默克尔他也是 默克尔之前 他就是一个物理老师 包括里根 你跟他又不一样 里根是一个演员 他得天独厚的就是 我刚才讲这出名 他已经出名了 所以他能空降成 从另外一个行业 空降到政治的顶峰 刚才讲到意大利 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那时候你可能刚刚出生 那时候在意大利政坛 意大利议会有个奇葩 有一位女士 做了五年的议员 这位女士是什么 AV篇的女友 就是拖心 然后呢 他应该出生在匈牙利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在欧洲 非常有名 很漂亮 应该叫 伊隆纳斯塔勒 一讲到她 大家都非常开心 据说她 而且她担了五年的议员 据说她自从去议会之后 当议员之后 所有的男议员非常开心 去开会都准时不迟到早退 我看见邵老师说起这些 邵老师自己很高兴 表明了邵老师 他自己也 的确春风经历了 特别是中南欧的 欧风洗雨 那时候我还年轻 欧风洗雨的洗礼 所以你这样说 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 当国家的领导人 而且这个斯塔勒 当时非常有名 就是那是伊拉克战争 要爆发 就是说美国跟这个萨达姆对掐 他就站出来 说为了世界和平 我愿意献身 我向萨达姆呼吁 我可以陪他睡觉 让他放弃这个核导弹 你知道吗 所以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 这件事是非常有意思 最近几年 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的领导人 迎来代际更替 上一波欧美政坛年轻面孔 冲击波尘埃未定 政治素人们又开始赢得国内选举 并走上政治舞台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是民众对现有政治精英的不满吗 欢迎继续收看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侦探 已经进入了这个素人的时代 那两位嘉宾 你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转变呢 我想这个问题呢 讲起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呢 可能不像大家所看的表面上那样 它主要是体现了 体现了三个方面大的环节 导致了这种转变 第一个就是全球化时代的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转变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应该说是全球化 全球化中的社会 第三个呢 我把它概括为全球化中的民族 那么第一个呢 全球化中的经济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个全球化呢 一方面它催生了这个 全球的这个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以及随之所创造的这种机会 那同时呢 这种心自由履义所履导的 这种全球化呢 它也造成了这种社会的这种不公 以及贫富差略的这种加大 我想呢 这个现象肯定是 这个现象的背后的本身 它有这个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国家所允现的 这个受人政治的这个现象里面 包括他们的这个选民的这种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点非常明显 第二个方面呢 就全球化对于社会呢 我想它比较体现在 这几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个就是全球化 它让这个社会的 传统的这种社会的联系 它变得淡漠了 那么我想全球化对民族的冲击呢 它也比较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传统的这种 民族国家的这种体系下面 那么民族国家 它导致的是世界政治 政治的一个核心 而且由此引起了战争和冲突 那么在全球化的全球化社会的话 它对民族的冲击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移民的国际化 第二个有移民的国际化 所导致所产生的呢 就是跨国侨民和社区 全球化这种民族所导致的 就是说它会导致 我们把它叫做是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 那也就所谓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 就是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一种体制和对抗 那么体现在欧美国家 我们也看到在美国 它就是对安格罗沙克顺 这种主流的新教文化的这种成型的这种 对一种认同 那么它的民粹主义的这种上升 那么还有相应的 在欧洲的我们也看到 就是对这个本民族的文化 或它的认同的说弱的这种担忧 我想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我说的 我们所谓推现这种政治认同现象 应该说是上述三个方面 大的方面下 合力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来看这个政治素人现象也好 还是政治年轻面孔也好 它就有一个字 就是心 选民希望从新人中寻找新的希望 这就是这个现象 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政治素人现象的原因 你比如说这些选民目前面这么多问题 十几年来一直解决不了 然后选民选了左派 然后选右派 右派也不行 选中间派都不行 就像一根得病了 得病了去看 我看中医不行 又去看西医 西医又不行 咋办呢 找个跳大神的跳一跳 没准就行了 选民大概是目前来说是这个心态 现在一个什么现象 现在的政治素人又不一样 现在中心人动不动 来了之后 跨界空降到权力的顶峰 这就是现在有一个给他们提供的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 就是这个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在年轻人中间相当流行 包括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都是伴随什么Facebook啊推特这样的东西展大的 他们不看报纸 不看电视的 就是社交媒体 那些老的政治家不会玩这个 对 赵老师讲的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些政治素人他们能够没有过往的这本长久的这本行政经验 但是能够通过选举走上这个行政首脑这个职位呢 的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新媒体的巨大的这种政治功效 那当然呢我们讲政治素人呢 我一般来讲我不是特别很赞成就是说对政治素人进行一刀切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来讲 他的确是有共同点 比如邵老师也刚才讲 他的政治形象比较精心 然后呢他比较接地气 然后呢他还能抓住社会中这种政治的这种新兴议题 就是吸引年轻一代的这种选民 我想在这一点上呢 他们应该是有共同点的 当然那他们的政见你可以看 它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说川普总统 那么他就是一位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的 还带于民税主义的这种总统 是吧 但是我们再来观察这个这一次这个斯洛伐克的这个恰普托瓦 那么他很明显就是具有这个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 是吧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关注环保议题 那么他对欧洲一体化呢 也还是很赞成的 他对杰克斯特伐克融入欧盟 然后得到发展 他是比较坚持的 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 包括马克龙他是偏 他是稍微又偏右一点 是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 就是乌克兰这次大选中 有可能当选的这一位候选人 叫哲林斯基是吧 那么我们也看到 哲林斯基呢 你看看 他就是说 他是什么样的 他主张跟俄罗斯这个 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和这个不一样的 如果说其他国家的政治大选 主要是说国内政治议题的这个主导的话 然后乌克兰因为他 取在东西方这种角力之中 那么再加上他国内这种 族存种族的这种分裂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分裂特性 所以外来因素 主力来是乌克兰大选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所以这次哲林斯基呢 他可能他所主张起来 就能够俄罗斯通过谈判协商的解决 来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风起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抓住 这个选民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着力点了 那么他也还有主张 在这点上 他就跟恰普托娃 他是应该说 他俩有相似之处 他对传承的这种腐败的政治 这种以及这种政治诟变的这种 揭露和鞭打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他会吸引这个年轻的选民 以及那些早已厌倦了这种政治老面孔 以及政治里面腐败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 除了这个西方这些政治家 年轻化素人化之外 还有一个现象你没注意 就是说帅哥尿女化 所以你看现在世界政坛上 这一批年轻的 就是这批领袖 比如说特鲁多很帅 那个齐普拉斯 希腊的这个总理 然后包括这个马克龙也很帅 更不要讲奥地利的库尔茨了 那31岁就做总理 那么年轻那么帅气 包括你的科罗地亚的这个 那个科林达女总统 女总统我还见过 你看我们公司我还跟他聊过 人格魅力那种贵气的美 就包装的像明星一样 包括马克龙自己 马克龙的沟通力也是非常的强的 就是他这个人要把自己打造成 克里斯马行的这个领袖权威 是吧 但是同时他跟人沟通起来是毫无障碍的 而且特别容易拉近别人的距离 我觉得在民族国家 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人一票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他们可能不太懂不太了解 他们不应该有资格去投票 你这个是非常对抗政治正确的 你这个话在西方 要受到广泛的批判吧 肯定会肯定会 但是就比如说像你 这个就是教育北京比较丰富 我觉得你如果是你的话 应该有八票 如果有神孩子的话也可以加票 但是如果你又就违法行为的话 他说的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 简单的把西方的民族理解成一人一票 这当然也是不正确的 就是说他也并非是一票一票 他是通过 主要还是通过代议制 一种间接选举的这种方式 是吧 精英 精英呢 选持精英来 然后再交给普通民族一人一票 那么这样呢 其实这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呢 很重要的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民粹主义政治 以及这种就是我们把它 或者把它叫做是一种可能民族所带来的 一人一票所带来的这种暴民政治 所以还是有精英进行筛选 然后确保选出来的人政治正确 然后再来让普通民族一人一票 你讲这个经过筛选 包括你的这个观点 所以我就给你们讲个小故事 就是说应寸一下 你们自己去思考 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人 包括讲到西方的选举 所以我在84年上大学 那时候里根正在选举 还选举之前 我的大学的外教 两个外教都是美国人 我基本上是其中一个外教 很帅的一个外教 受教育程度很高的 而且我说你会选谁 他说我当然选这个里根 我说为什么 他多帅 你看代表我们国家站出去 多有范儿 我非常非常吃惊 我说这个政治领袖 一定要伟大的 官容的 正确的 这样的人才能做 形象不重要 他的这一番话 让我感觉非常震惊 就是西方的人 怎么会是这种态度 面对他们的政治人物 所以你讲这个选 选民素质问题 这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其实在西方选民政治中间 很多东西 包括你讲的业一票 还是一言八票 一言两票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 是不是就说选民 他真的能决定自己的命 对 素人政治的出现 让很多人担忧 一旦这个政治素人 出现在大国 会不会影响 或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 那么政坛素人时代 是不是一个 令人担忧的时代呢 欢迎继续收看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呢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 政坛的这个情况 还算比较稳定 但是国外呢 就是变化很快很大 那么你们会不会担心说 这些苏人 上台在比较大的国家 会不会影响这个 意诱的这个国际秩序呢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像特朗普整团这样 首先美国是作为全球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目前还是 对 是 他这个当选政坛 他当然对他的所作所为 当然对国际秩序 会带来冲击 而且你可以看到 已经带来一些冲击 是吧 那么首先我讲 谈外交上 听说认为川普 审害了美国外交的 这种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 然后对美国这个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 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这种软实力 造成了审害 是吧 但是我想 美国外交历来是有两个部分走成的 一个是美国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外交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外交传统 那现在我们一看到 就是川普呢 他更多的倾向于是一种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 但是他的国家安全事务主义布尔正 他是一个典型的新保守主义分子 那么我原来经常给我的学生也经常讲 我说美国外交的新保守主义 它是非常美国非常美国的 他只会一时成绩 那么他从长远来讲 美国外交的新保守主义思想 他一定会沉扎泛起 因为他太美国太美国了 我之所以说他太美国太美国 就是说新保守主义分子 他把美国外交传统聚重实力的外交 跟美国外交聚重自由主义国际亚洲外交有机的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经常讲 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 他具有狂热性和进攻性 他认为在有必要的时候 还要动用美国的实力去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即使像川普这样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偏重于在外交上 偏对于老保守派的这种外交思想 但是川普政府里 他也有新保守主义分子 保尔顿 那么在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从长远来看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美国的外交总是在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这两个中百之间进行摇摆 可能川普现在往右的方面走了多了一点 但是我想最终他还是会走回来中间 就是偏重两派进行来回摇摆和调和 我不是那么悲观 就是说川普像对政治素人的出现 我觉得是再正常不过 非常非常 而且是个好事 选民有更多的选择 关键是政治素人也不不可怕 政治婚人也不不可怕 政治年轻人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些政治家有些什么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才是可怕 你素人可以有很好的思想 素人老牌政治家有很可怕的思想 希特勒老牌政治家 希特勒的政治指导思想是他 灾难性的你知道吧 就是说这个社会 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判断这些政治家的政治思想 不管他是素人也好 婚人也好 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第二个就是社会机制 我这个社会机制如何健全 能够第一个排除这样的政治家 第二个 即使出来了之后 我怎么有自愈的功能 我觉得目前川普的出现 对整个世界秩序也好 对美国也好 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川普的出现 你连病毒都不能说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美国的机制完全可以让川普这种格格 以现在政治正确格格不入的思想 完全可以消化掉 这是我对川普的评价 对 至于他本人的 邵老师讲得也非常的好 至于川普本人 他的政治思想 是不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多大的变化 我想川普整个整个道理 他要对他自己的选民的负责 他所代表的 他的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这种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立场 这反映了过去这14年来 美国相当一部分 这个中下层的选民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那么川普要照顾他们的利益 那么要追求他所川普本人所生成的这种公平的贸易 我想川普无论他有什么样多极端的主张 那么他怎样代表他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指望川普本人 认为川普本人 他的思想就能够对美国来自世界的未来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走势 产生多大的这种影响呢 我觉得的确也用不着去进行一种夸大的这种武器 对 谢谢你 赞同 那两位会不会觉得选民会继续选像川普这样的政治素人 继续做国家领导人吗 政治素人的现象会越来越 越来越多吗 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就是说不讲 第一个这个政治 刚才我们书老师讲的很多这个 欧美的社会矛盾解决不了 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之后 选民就要找新的方案 就要找新的人 世界上最不缺的是什么 最不缺的就是政治家 什么人都可以能当政治家 你只要有好的政治理念 特别像现在这个社会分工特别发达的社会 我只要有好的政治理念 我当了政治家之后 我可以找专业团队帮我打理很多事情 我去判断 你怎么办 很多技术上的东西 你可以专业团队来帮你来操作 政治素人 一个国家如果全部由政治素人来统治 可不可以 我跟你讲完全可以 而且有这个经历 你不特别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候 东欧开始瓦解之后 很多国家都是政治素人 你说我以前念书那个南斯拉夫的 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 都是阿尔巴尼亚人 他们是在塞尔维亚下面的一个制作审 后来就是脱离出来之后 以前的这些阿尔巴尼亚族的这些政治家 老百姓都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们受以前塞尔维亚 这个南斯拉夫加持的 知道吧 后来科索沃独立了之后 他没有政治家了 整个国家没有政治家可用 怎么办呢 后来就是那些很多比较有名的演员 出来一选就选上了 关键后大学的这些学者们全部到政府了 因为他们是最受人尊敬的一批人 所以后来就科索沃第一批这些政治家 全部是政治素人 你看以前教过我的那些教授 有的是总统 有的是部长 一大堆都在里面 你知道吧 人家这些政治素人 全套班底政治素人 把国家管得好好的 就是说政治素人不是一个可怕的现象 不是可怕的现象 好 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挺好的 你这样说 放心了吗 我放心了 我觉得以后我也有机会当澳洲的总理 如果你觉得你们国家这个变化 政局变化太快 欢迎你住在我们国家 好 没事 我继续带在中国 这个稳定安全的国家 对 好 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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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人家经历无数风雨